台米台风中心都还没有登陆台湾 但是外围环流就先带来七级到十级的强阵风 我们来看到台中大雅中心路上的一间废弃接待中心 有一整面木墙就被发极风给吹了下来 造成四辆车惨遭波及 另外在彰化大村还有分园 强风也造成高压断线 造成2672户大停电 园林市则有大王椰子树的树叶 被强风给吹了下来 还压到高压线路 造成3254户停电 甚至还引发短路大爆炸 大王椰子树的树叶掉瓜在高压线路上 引发短路冒烟起火 接着大爆炸 强大的爆炸声响伴随滋滋的电流声 接着又连爆两次喷出巨大火星 你又打小枫子叫得比较快 24号中午张华园林 有大王椰子树的树叶被风吹落 压住台电高压线路酿成起火爆炸 还一度引发大停电 正值午餐时间 有民众干脆在棋楼上摆张珠子 让小孩吹风吃饭 它只有里面又黑又热 本来是要烤肉的 结果没有电没办法烤 开米强风在大村乡和园林市 造成3959部停电 台中市有多起强风吹断树木碰触电线 停电累计3703户 经过台电抢收已经复电 彰化市张南路上的这处广告 踢霸高达六七层楼 帆布不敌强风吹哑吹 夜者货报赶紧绑牢固定 台中午期和西区的省记新村都有路数倒塌 大雅中庆路上则是有一座废弃的接待中心 八级风势吹倒一整面木墙砸住底下四辆车 好在街的中心属于私人土地没影响交通 幸好这几起意外没人受伤 街堂庄话做不到